Hello 大家好 我是思古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怎么看 喜欢我节目的朋友就记得留言 订阅 赞好 分享出去给其他蓝型的人知道这里有个年轻人需要大家支持 我平时是下午出片的 但为什么今天会转了做夜晚呢 因为我本身是想着等那五十几个人的案件完停之后 看看有什么结果 然后再拍片去和大家分享 但谁知道搞到现在还没有任何结果 现在刚好是晚上八点 但想不到什么结果都没有 如果按照现在这个趋势去看 起码搞到晚上十点甚至晚上十二点也不奇怪 因为要告的人实在太多了 现在也只是说究竟能否让那四十几个人去保释呢 还有那四十几个人 每个人都聘请了不同的律师 他们每个人的律师只说一分钟 都说差不多一个小时 更何况这些争取保释条件 他们这些黄人的律师肯定有备而来 到时又可能特意又弄多几份文件出来又说浪费时间 人家控方拿些什么文件出来又说那份是假文件 没有签名 不好屈 不知道在那里拖点时间 希望就说人家犯错快点给我们保释吧 虽然他们全部人被人收留了那些旅游证件 但是收留了那些旅游证件之后 究竟他们还有没有方法走路呢 这一件事就真的不奇怪 因为十二个人坐大飞失败了 但另外也有五个人坐大飞成功去到台湾 但是有多少个人是成功走路 而新闻又没有报的呢 这一件事大家不知道的嘛 所以那四十几个人其实当务之急是一定 转了所有法律漏洞希望保释 最好他们就希望自己走到老了 但在我们的男营的角度来看 我们当然是一个都不能少 最好千万不能给他们保释 全部人就还押去到五月、六月、七月才去審 那就最好了 因为你困住他然后你再慢慢搜索 警方做事都更方便 如果不是他们有自由身的话 他们很多时用一些网络手段 又或者是他们叫其他人去帮忙破坏一些证据 都方便很多 但如果在监仓的话 他们能够干预到警方的事就会少得更多 还有呢 有样东西就叫做赞一下自己有少少少少聪明 我在前日的影片我都说对了 通常提早叫得那些人过去警署的话 一定不会是好事 好事的话就是不会特意通知你 等你再去报道才轻描淡死的跟你说 不告你了 你以后都不用再来警署了 好好做人 提早叫定 还要全部叫完 那肯定出事了 最后说中了 坊间其实也有很多人在说 因为你五十几个人 你不是全告了 那还有八个人 然后很多其他男型的KOL师兄 前辈 每个都在猜 究竟八个人 究竟哪个是鬼呢 究竟会不会有两个才是鬼呢 因为有两个是 没事了之后 他们是没有发表过任何敢言 然后大家就会去推测 究竟没有发表言论那两个会不会就是鬼呢 不过其实是不是鬼这件事 我觉得不用推测太多 因为如果真的由他们爆料 他们转做污点证人的话 到真的开庭 可能到了五月六月的时候 大家就会知道 还有这八个人其实都是走不掉的 因为他们同样没有被人告 但他们都是保释着 他们的旅游证件都是被人扣留了 换句话说 如果他们不坐大飞走路的话 基本上他们的肉身 都一定会继续在香港 所以如果那八个人里面 有谁是做污点证人的话 他未来的余生在香港 都一定不会好过 一来男型的基本上 没有可能会去接纳他 然后黄型的到时就会透过媒体 报章法律文件 知道他是出卖人的人 到时就不要说出卖人的那个政客 政棍那些人 是连带他的家人 他的子女 基本上一世在香港都没有运行 基本上你一走到外出 每个都有一个明确的颜色 不是男就是黄 男的有真理 黄的有真理 其实这八个人 可能他们的心理负担更加大 因为现在是不告他 是说这一刻 可能将来到时换做是那四十多个人 他们为了自己 不要坐那么久 调转个枪头去插回那八个人 完全不出奇 特别是那个卫生界别那里 因为卫生界别就有四个人 余慧明、李国伦 另外还有两个 但是卫生界别那个 就只有余慧明被人告 其余剩下三个就全部没事 究竟余慧明会不会去插回那三个人 这一件事很难说 特别是他们在初选期间留意一些新闻 其实余慧明和李国伦 他们当中的冲突有很多 因为李国伦是香港护士协会的主席 老屎忽的黄营派系 去对阵余慧明这个新市坑的黄营派系 所以他们中间就会有很多矛盾和冲突 结果到现在最后就是 那个新市坑就被人告 老屎忽就没事了 新市坑会不会特意找一些证据出来 我不止要死 我连你也要陪我一起死 我有事你也不用想着没事 那些想法 最后拉着李国伦下水 我觉得这件事有机会 不过无论怎样都好 其实再进一步的新闻 怎样都要去到五月六月才会再有一个新结果 因为就当是今晚知道保释结果也好 就算全部人给保释不给保释也好 都是要再等控方去搜证 还有我也拿过一些资料 控方也有说过 最少起码要两个月时间才可以再去搜证再去告 现在也希望先把他们拿回去 让他们没得保释就方便警方取证 另外就想和大家谈谈黄碧云这个人 其实为什么要谈他呢 其实我觉得他也挺惨的 因为对比起年龄来说 他就绝对不年轻的了 然后他可能参选的时候 就会觉得自己 其实我参加初选都是为了拿下政治光环 虽然知道自己没机会赢 但志在参与 起码可以在他们的历史里面留下个名字 让大家不会再反对他 让他将来可能 例如说再去参选区议员 或者再去参选立法会议员的时候 都有一个固定的势力去协助他 黄碧云这个人真的挺有趣的 其实他是属于一个和理非的人 你不会见他有任何暴力的行动 甚至乎一些过激的口号 我都没见过他怎么喊过的 但结果这些人都被人控告 有时就觉得很搞笑 因为 因为我想他参加初选的心态 其实是觉得 真是志在参与 拿下光环 结果就衡量不了背后的风险 想不到自己想拿彩 但是拿多了拿大了 结果现在变成街下囚 其实这一件事 那五十几个人被人拘捕了 但其实背后 会有几十个黄人 在暗地里沾沾自起 让我们的蓝丝来得更加开心 为什么呢 因为黄人在初选期间 他们都会不停攻击其他对手 又或者会周围用其他小黄人的舆轮压力 去周围攻击其他人 即是用舆轮压力去逼其他人退选 让他们知难而退 不要出来参选 当中有些人被人不停攻击 就说你都不够了 初选不要来借票 结果被人劝退了 最后没有参加这个初选 结果这些人那时就哭哭哭 觉得参加不了初选 连黄营的入门门栏都做不到 结果现在隔了几年 就知道自己刚刚好逃过一劫 即是当时你的初选 就算你初选赢也好 输也好 你参加了 你这一世都差不多要做街下囚了 结果你那时被其他人批斗 劝你不要参加 结果你不参加 结果你不参加 结果现在就撿回狗命了 关于初选的消息就说到这里 另外就再说下其他的新闻 其实除了今天有四十几个黄营大佬被人告之外 其实理大那里也捉回11个人 明天就上庭了 其实捉那群人很年轻 七男四女17岁到26岁 全部都是跟2019年11月在理工大学发生的那场暴动有关 那11个人还有另外一个共通点 就是全部都是踢过宝 结果在今天3月11日早上凌晨就被人抓了 明天早上就会去提堂了 所以其实希望那些黄人不要这么天真觉得踢堡 过了一年半左右就没事了 特别是你理大那件事闹到这么大 你闹到全世界都知道英国美国什么领事馆全部都出声 你选择去踢堡 但是警察是不会让你这么容易走 是一定会追着你不放 只不过是看看究竟什么时候咬到你 不过那些黄人 他们在初初成功踢堡的时候 他们就会觉得自己完全没事 然后他们是不会有一个罪疚的心态 或者惊恐的心态继续生活的 因为之前的黄人真是天真到以为 只要踢堡成功就等于终身无罪 结果现在被人盼头一壳 那就可以在明天下午 就可以详细点再去讲一下这一宗案 等裁决出来之后 因为这一宗是他们踢堡完之后 再拉再立即提堂 那就一定没得保释的了 明天就应该直接说案件详程和判刑 这一宗新闻可以留下明天再拍片再去讲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我节目的朋友就记得留言 订阅 赞好 分享出去给其他朋友知道 好 是这样 拜拜